台北市在今天也公布了 一起确诊者的疫调足迹 发现他到过台北市立美术馆 16号的时候曾经预约入馆参观 大约是在下午2点到3点之间 待了一个小时 那接下来25号的时候 美术馆也展开了闭馆清销 27号决定会重新开放 因为从这一起个案的整个病日 发病日回推 不再可传染的高风险期 为了要馆内人员民众安全考量 北美馆也在周日紧急修馆一天 进行大消毒 台北市25号新增7例本土个案 确诊人数又是全台最多 占了一半以上 居家隔离人数截至24号为止 还剩下666人 疫情持续趋缓 降为二级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 明明是周日 台北市立美术馆却空荡荡 大厅一个人也没有 来到门口贴着大大的字条 原来是有确诊者来过 紧急修馆一天大消毒 我没有听说这里有确诊 有确诊的话 我们如果被感染到 我们也会担心 会划不来 微解封的时候 新闻公布的隔天吧 本来蛮期待的 有点失望 因为特地跑过来这边 临时决定修馆 让民众扑了空 这位确诊者7月16号 预约2点到3点来参观 在北美馆待了整整1个小时 由于1个时段 开放100人入馆 包括馆内工作人员 他接触的对象 可能超过100人以上 不过北市府发声明表示 已发病日推算 他看诊这天不再高风险的可传染期 馆员及民众都不会被匡列 但为了安全起见扩大筛检 相关的可能的受派人员或是可能接触者 目前已经在做安排 北美馆7月25号周日自主停业一天 加上礼拜一休馆日 进行为期两天的全面大消毒 同样闭门清销的 还有台北市万华24小时营业的 加勒福贵林店也有确诊者足迹 案15675是新北个案 19号下午1点左右来过 另外在17号也曾到万华的广州街卖场 24号确诊 7月24号的时候做通知 那加勒福贵林店在7月25号 营业一天做清销 加勒福贵林店预计26号 恢复正常营业 离二级降级时间越来越近 还是不难大意 记者女士们高紫瑶台北报道